大家好 我是喜歡鬼話連篇南部胡說八道的錯別字 大家好 我是情夢頓老師黃濤 我喜歡風水鬼神 但我從不牛鬼蛇神 上一集我聊到湯姆他跟這個女的 女鬼不是從台南坐高鐵一路殺到台中找湯姆嗎 尋味尋人啦 後來找到之後湯姆有發現 怎麼開始我聞到玫瑰花香 那就是知道我的Lover來了 還是他的房間有放到玫瑰花香那種 應該是沒有 沒有這個 他就是知道那個女鬼來了 當時湯姆知道這個女鬼來的時候 他其實是有點懷疑的 因為他覺得會不會是錯覺怎樣 因為錯過了 當天晚上就來了 女鬼就在他的夢中顯現 然後湯姆一看到之後就發現 哇 你知道嗎 這種激動的感覺 舊愛還是最美 當天晚上毫不猶豫 就再一次乾柴烈火燒到整間屋子的 身上的毛全都燒光了 那火燒得多旺 所以要變白狐對不對 燒完之後呢 他第二天起來的時候 他就發現 因為睡到中午 他就發現 欸 怎麼熊哥找他 他就打電話 熊哥就說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有跟女鬼打砲 這你怎麼知道 他說因為他的那個沈師傅 他們有拜三太子 三太子有跟師傅說 欸 那個女鬼找他了 因為這件事情是 當初他們去公彈處理 對 然後他就說 對 就第一個晚上就被發現 偷打砲就被發現 然後他就說 我不是給你有符嗎 那個沈師傅不是給你符嗎 對 八卦符嗎 對 我正想問這個 他就講到這個 他說當時他們在飯店裡一開始 他看到那個八卦符 原本是鮮黃色的嘛 那有紅色的那個毛病 對 沒錯 他說放一個晚上之後 他變成灰白色 他不知道為什麼分了 他就說他就不敢碰嘛 因為他知道有問題嘛 然後他還有兩道符 但是一道符是 因為他錢包就塞發票 塞什麼都弄破了 哇 然後另外一道符是 那個下雨天的時候 弄濕也破掉了 那就不行了啦 所以完全三道防線都沒了嘛 完全沒了 那女鬼就趁虛而入了 哇 當時他這樣子一處理完之後 他就是說 你現在趕快再來台南一趟 可是對於他 湯姆講說第一 好不容易跟我的愛人相見 對不對 第二 我才剛回到台中 你要花錢回台南 而且我接下來還有課 還有幹嘛的 其實他很猶豫 他說好 我找時間下去 但是當然就是想說 反正再試個幾次看看嘛 反正他就是湯姆繼續 跟他的愛人同居啊 玫瑰同居這樣在一起 玫瑰小姐 但是他後來發現有個問題出現 就是 他有一天在教完課的時候 他頓時覺得莫名的 不知道為什麼 就精神狀況不是很好 他就騎著車 在台中嘛 他就憑著印象 然後就有點半睡半醒 這樣一路騎到台中港 當時他也覺得很怪 因為他在夢中的時候 不是 在當下覺得很怪是 這個台中港是我大學來過一次 我就再也沒來過 我竟然路還可以完全記得 而且我沒事來這幹嘛 但有點像喝醉的那種半微醺狀態 但身體還是帶去台中港那邊 他就找一個地方坐著 然後在那邊看海 然後看著看著他就有一種念頭是 他想往下跳 他沒有說什麼 我好難過我想死 他就覺得 我往下跳好像很舒服 他那時候就這樣講 他說很像沉下去那種感覺 他很想往下跳 但是在他在猶豫要不要跳的時候呢 突然有人拍他肩膀 然後一轉頭一看了 兩個穿橘色衣服的 打扮得像火影忍者的那個 就像一個名人一樣 迅窩名人 對就像迅窩名人 螺旋丸 螺旋丸 男人的快樂就是那麼治長又低俗 他們是誰 海巡隊 海巡隊那時候看到他們之後呢 就說年輕人你幹嘛 然後坐下來跟他聊天 然後就是在聊天過程中呢 他就感覺很像那個海巡隊在安慰他什麼的 他覺得很怪 怎麼突然跑出這樣子的人 對 後來在聊完之後 他整個頓時想往下跳的意念就沒了 就瞬間喔,瞬間就沒了,他就醒來 然後嚇到說怎麼自己會想要有輕生的念頭 然後在聊的時候,那個海巡隊就說 因為他們在這個海邊港口工作久了 他們已經處理過太多輕生案件 他們已經有一眼辨別這個人是來看海還是跳海的能力了 對,他一看又來跳海,趕快先處理 不然跳到海峽去面很麻煩 湯姆才覺得我好像不能再想下去 因為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女鬼想要幹嘛 可能弄死我們才在一起 肯定是,所以他就是決定馬上就去談談 找那個師傅 好,這個問題來了 那時候他去找那個師傅的時候呢 他就開始處理幹嘛的 那師傅就說他跟這個女鬼溝通 所以他們就在那個公坛那邊 然後他就跪在那裡 然後拿箱那邊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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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候 突然間湯姆就覺得有點想睡覺 他整個就半睡半醒這樣昏沉 因為他是這樣下去,所以他看的視線只有這樣 他很難抬頭想看 他有先看到那個沈師傅穿著那個塑膠拖鞋 然後還有熊哥嘛 穿著一個Nike運動鞋 在旁邊兩隻腳 然後看看之後突然間不知道我們哪裡走來的第三隻腳 那一看是一個女人的腳 然後腿很細很白 那一看就是玫瑰 就玫瑰來了 然後他們也沒有吵架幹嘛 然後就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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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就出現了一個打著赤腳小孩子的腳 他就覺得怎麼會有一個小孩子出現 這小孩子 沈師傅家也沒有小孩啊 反正後來他們就是四隻腳在那邊之後呢 沒多久 那個女鬼跟沈師傅還有熊哥就跑去客廳的座位坐下來 就不見就走出離開視線 然後這個小孩子的腳就往神壇的方向走去 就不見 後來醒來之後呢 他們就詢問 他才跟她娓娓道來整個過程 他說 這個女鬼是在這間飯店以前做的特種行業的 OK 然後後來因為有憂鬱症 有一天就在這邊死了情生 算一算年紀應該有六十歲了 辛苦了 六十路 這句話才讓他們整個人下行 數字真的只是一個虛實 肉體才是真的 沒錯 黃濤老師你感覺很有經驗 然後他說那個女鬼其實現在很明顯 就是跟著你了 不想走了 然後他說 明婚 你不能白嫖 對不對 這沒付錢 那你白嫖啊 明婚 對湯姆來講 我不要啊 我為什麼要明婚 我一般不會想要 所以就第二個條路 就是 那你去辦法會 但是這個辦法會他也說到 你進去那邊不可能 那邊搖鈴那邊 對啊 招滾幹嘛 你在那邊搖鈴 隔邊打炮 那邊也打不下去 他也說這個不可能做 所以就簡單做了一個法會 到現場 他說拿符 燒一燒之後 放到洗手台那邊 讓他燒完 然後在那邊念念咒 就結束了 接下來他們就到 附近的土地公廟 燒了很多的銀紙 跟一件衣服 什麼燒給他 整個案件 就這樣結束 就這樣沒了 然後後來湯姆 也就再也沒遇過 這個玫瑰阿八 對 這個不是小姐 就再也沒遇到玫瑰阿八 但是他也說到就是 在夢中的那種快感 跟真實世界中 就再也沒有人 就是 那種快感 沒有人可以比拟的 真實在 垂涎三尺阿 這個故事結束了 你是不是聽完之後 你也很想去做這個飯店 是 你剛剛不是 在第二集中間 有問說飯店在哪裡 在跟我思訊 我運不到啦 沒有辦法 不過我這邊有很多問題 想問一下老師 就是 像這樣子 夢到女鬼 這樣子不會有問題嗎 一直瘋狂在夢中 這樣子不會有問題嗎 會啦 一定有問題的 什麼問題 他如果今天來找你 假如是一夜勤好 因為人跟鬼 其實很多地方 行為模式 我常常提到 都是跟你生前一樣 那你今天如果一夜勤完 你隔天起來 你覺得 可能沒那麼快 沒那麼快有感受說 我精神還是很好啊 我什麼提議都怎麼樣 OK 可是你要觀察是 接下來 你的運氣 有沒有出生後 被人撞小了 幹嘛的 就現實生活中 是不是有被影響 用這個去判斷說 這女鬼是不是 還在你身上 還在吸你的元氣 如果他今天一直持續到 變得很衰小 那就有問題 一定有問題 因為基本上來說 我的經驗啊 女鬼上床 不是 不是這個經驗 是你做健身的教練 就是在運動的 或在太陽底下工作的人 我很少遇到 你會遇到鬼的 或是撞鬼的 很少 因為陽氣比較撞 對因為陽氣真的 你平常說吸收日月精華 那個很難接近得了你 那你這個朋友其實真的是 達到一般人 跟我沒有達到的成就 這也不是好事 這不是好事 對那 我的猜想啊 第一個 他那個飯店 他那間房間 在奇門遁甲的布局中 一定是很不好的工位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 可能剛好 因為人在運氣低潮的時候 真的什麼都遇得到 不要鐵齒 相信 不要迷信 可能剛好那天的流日 你的健身朋友 你的健身朋友 剛好跟他的八字 又把原神給削弱掉 衝到 所以他本身健身的那個 防護罩就沒了 對 所以這個 很多 很多原因在一起 很相扣 那如果今天他這樣 這邊結束之後 然後電電起來 精神氣爽 然後接下來運勢也 沒有什麼影響 就當作只是一夜前 對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就不用想太多 真的不用想 我 沒有 好 那我們再問說 那如果今天這個女鬼 他這樣子真的卡到他 跟著了 他不是要離婚嗎 對 那 明婚是女鬼看中你 就可以明婚嗎 不行啦 其實一般都不建議明婚 真的不建議明婚 一陽一陰怎麼會是好事 但是我是說 今天如果你今天 像我這樣子 長得很帥 身材很好 我要是如果被女鬼看到了 可是我很賺錢 我只愛我老婆 他如果看到你 他是可以直接跟你要求做明婚 你不能拒絕也是這樣 當然可以拒絕 不能拒絕 其實剛剛你有提到 我們的工作就是負責 不管你是 女鬼還是卡到陰 還是撞鬼 見鬼看到鬼 還是醬頭等等 不好的東西 負面能量 我們就是負責把它趕走 那其實你剛剛也有提到說 那個法會的事情 就是不能太張羅 因為飯店要營業嘛 你在那邊亮亮亮誰乾淨來住啊 聲音更差 那其實 奇門燉雜中有個方法就是 其實很多方法 第一個就是最常見的燒房 所以那燒不是這樣OK的 可以但是只有燒稀油材其實不夠 其實應該是你房間的角度 例如說 看裡面的位置也要看 我要看他的土窗怎麼擺 他怎麼睡那個都有差 不能只燒一張不夠 那再來就是 最好的方式就是房間門關起來 鹽 米 茶葉本身就有進化作用 都倒好之後 就抓這個房間都可以灑到的量 有沒有 中間挖個洞 燒浮進去 攪一攪破一貨開始灑 就灑那間就好 這其實也不會打到別人 就是請阿姨去打掃 不是請誰去打掃 這樣就好 所以其實基本上 如果飯店發生事情 還是可以用這種 比較簡單的方式來處理 對 但是 我是就這一間而已 你灑這一間對不對 你灑這一間 他可能跑去別的房間 對啊 他穿牆到隔壁間啊 所以 我就論這間而已 所以我可以到隔壁間再灑 然後隔壁間再灑 然後全部鬼都集中在一間 再把封起來這樣 但是 但是你不知道鬼在哪邊 因為你看不到嘛 可是 可是就是說 什麼可能性都有 可能跑去別的房間 有可能跑走啦 對啊 所以都有可能 那我想說 如果今天這飯店 他發生事情 像有些飯店 我們都知道 就是他的意外就很多 然後可能 不論是親身謀殺什麼這些 我如果不處理會怎麼樣嗎 第一個 飯店的生意一定會受影響 可是 有些人說很奇怪 這個飯店明明就已經出過事了 為什麼他生意還是這麼好 對啊 這個東西真的太複雜太多了 簡單來說 他可能風水本身好啊 就那一間 剛好那一間的房間位置 是不好了 那你怎麼知道 飯店有沒有在那邊動手腳 例如說床下面貼斧 還是幹嘛 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做一些刻意什麼 你都不知道啊 那當然就 民眾只會覺得說 出過事怎麼生意那麼好 老師你在說什麼 對 很多事情是 我們為了 掩人耳目 不要讓人看到 不要那麼明目張膽 一般人看到 就是說房間 一定會怕怕的嘛 就是說這怎麼會有福啊 這件事房間是有自殺嗎 正常都這樣想 那怎麼可能 他們要做聲音賺錢 怎麼可能讓你看到這些事情 對啊 那我想說 如果今天這個 像說我們常常聽到說 姑娘娘 不要去拜 男生不要去拜 尤其像我這樣子 相貌常常的不要去拜 你可能就可以 我打開走 我沒這樣講 我沒這個意思 你不要那麼直白 就是說 那如果今天像這種姑娘娘 有人說不要去拜 是真的有這種想法 還是其實不用太擔心 不用太擔心啦 真的 你就是一樣 尊重 不要有任何 不管是嘴巴還是心裡面 進去的時候 不要再有任何的 不尊重的想法跟話 就是亂想 對 那都是沒有這種事情 真的 我們人型的正怕什麼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去到 因為有些墓園 她的那個是副照片 對 那如果你今天看到那照片的 欸 她看了年輕的故事 很正 那你心中有想到一些不好的東西 這就不對了 對 哇 這好漂亮 你可以說他漂亮 但你不要想到那邊去 就不要往 我們剛剛那個方向去 對 好 我們今天的故事就到這邊了 那其實這個故事呢 我必須坦白講 這是真實故事改編 當時我去問我的健身教練的時候 他跟我講湯姆的故事 湯姆是偉皮的 你們不用去特別查 湯姆這個故事的時候呢 他只講到說什麼 就是去做春夢 被鬼根然後怎樣處理這樣 很多細節是沒有辦法講完 因為他不是當事人嘛 對啊 他也不可能說我現在打給湯姆去跟他講 湯姆他本人也不會願意講 對啊 而且又隔很久 所以我在盡可能的把真實事件 全部都還原之後呢 那很多民俗科技的東西 我就不亂講 我就找老師來聊這個部分 然後來帶給您這個 關於這種飯店夢到 魚鬼春夢的幽靈 還滿開心的鬼故事 你說這種關於女的東西 這種女色這種 都要找我的對 你最適合啊 不是這方面您有特別研究嗎 我沒有 這好像天生的神力 而且你也常去開房間啊 所以你會對於在房間發生的事情 你會表現 我是常去幫人家看房間 對不起 那我可能聽不聽 好不管這樣 我們還是非常謝謝大家看完 我們上下兩集的這個鬼故事的內容 我是脫梅子 我喜歡鬼話連鞭但我不胡說八道 我是奇門對亞師黃濤 我喜歡風水鬼神 但我從不牛鬼蛇神 好了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所以有那種 你有處理過這種案件嗎 有啊真的 真的有啦 但他沒有到跟他行床 他是有夢到這個女的在在旁邊 他是跟我說連續兩天 他是去宜蘭還是花蓮 本來是宜蘭花蓮 他是住民宿三天兩夜 他就只有夢到的時候 但是他自己睡一間 因為別人都有另一半他沒有 他自己睡他就三天兩夜 兩天都有夢到那個女的 從一個 但是沒有幹嘛 可是他就是 但是他也是過了 他是過了大概半年有喔 才來找我 他還跟我說這個事 那女鬼一直跟著他半年喔 對 後來判斷是跟著他半年 但是因為他 就是你也知道 男生比較 比較 他是真的覺得說 明明我要升遷了 已經準備了 什麼事都 反正就不順啦 他才 才今年的事情而已啊 我是因為今年的曝光 這都今年的事情 他就來找我 我就說 就是他就講這事情 那女鬼在旁邊看他 看他半年什麼事都不做 沒有 他是只有那兩天有夢到 在那個宜蘭還是花蓮的民宿 事後就沒夢到 對 都沒夢到 但他其實有跟著他吧 對 一定有 就跟了半年這樣 反正你來我就是把東西 清走 然後你乾淨的離開 對 你就好就好 然後你走之後 我再叫鬼去跟你 你就會再回來 我就可以再出去賺你的錢 後面又再說 垃圾話 各位觀眾別當真 3 2 來 非常感謝大家對於 靈異錯別字的支持 小弟我不要臉的 設計了兩個文創商品 提供給大家來看一看 就是這個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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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這個 對 我們現在有設計這個 用金紙上面的浮露獸 沒有他們還拿著 麥克風跟主播台 感覺就很像是記者風格 另外還有這個杯子的部分 還有還有不要走不要走 還有杯子還有杯子 馬克杯的部分 也是一樣設計的這個浮露獸 上面是靈異錯別字的logo 就是希望說呢 提供給大家 不論是在看靈異錯別字 還是沒看的時候喝咖啡 也非常的適用 如果喜歡的朋友買10個就好 不喜歡的買5個 不強迫推銷 未來有新的產品在推銷給您 非常感謝大家對於我的支持 我們下次見 拜拜 - 金神秘武社區改版囉 - 金神秘武社區改版囉 - 結合中天社會頻道 - 全新計畫周末陰陽路 - 找鬼記者錯別字賴政凱 當一日陰間主持人 - 帶您一窺鬼怪故事的神秘面紗 - 五二會客是何惠蓉化身陽間主持人 - 帶您還原靈異被傲的悲劇真相 - 周末陰陽路 - 周六晚間十一點 - 震撼金魂夜 - 拉好版的別人 - 別錯過了